拿到机器 我们这里有个插头 机器上面还有一个USB的线 这个USB线直接插电脑上面USB接口 这个电源插头直接插头 给机器供电 还有一个U盘随机器费发给你们的 里面有数据和软件 把U盘插到电脑上面去 插上去以后 我们先把那个软件拷出来 软件 这其他就那个客户的那个文件 你们是拷不出来的 就就只能随U盘手 把它粘定上去 拷贝了以后 机器可以充电了 对那里 那里有两个按钮 一个红色的 中间一个按钮按下去 那个红色的盘上来就可以了 这里有个计算机右键 这里有个管理 这里有个设备管理器 这里就会显示我们那个 啊打别机那个驱动的名字 USB LMC2的那个驱动名字 然后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浏览计算机 找到我们刚刚从那个 U盘里面 拷贝的资料 我把它复制到桌面上 桌面上那里有个这里 那个软件里面 老街里面有个啊 啊啊啊啊啊 147那里面 里面有个驱动 驱动里面有个USB卡 驱动 找到这个X64 这个驱动名字 然后点击确定 在下一步 它这里显示已经成功 安装驱动文件 说明这个软件已经安装OK了 就点击关闭 这些都可以擦掉 然后找到这个应用程序 在这里面 双击打开 这里有个2147的 2.14.1.7的那个 把它双击打开 找到这个应用程序 双击打开 软件打开 软件打开以后 这里有个F3参数 双啊 点一下 这里有个使用下载文件 使用下载文件 就是啊 我们刚刚考了一个文件 会不会到那个桌面上面的找到他 就这个文件 谁COR格式的 他是谁 那个机器 后面有个编码 那个用盘有个编码的 谁那个编码命名的 然后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确定 现在软件设置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 我就先把这个软件关掉 再打开那个油盘里面的那个数据 这里客户端 找到找到你谁要把那个手机型号是正硬的 标词 放到我们需要打印的那个平面 然后对应的那个焦距 36.7 我们的焦距会有在我们的文件夹里面有显示 OK 就这样 对着上面这条线 屏幕放到我们这个夹具的对位点就可以了 我们的夹具设计这里有避空我们的上面按键的相关的位置 所以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标课 点击标课 сильно按键 标课 an磊 可以按键 这些材料 点击的 点击的 在这个腹 好了 小火 刚刚才 点击地 加碎 太 特别会自动停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拆平 可以